各位球迷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团体团圆视频为您带来的2018年中国U23亚洲杯预选赛的转播 这次的预选赛呢是在柬埔寨进行 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这场比赛呢是中国U23对阵柬埔寨U23的一场比赛 中国队呢依然是穿了我们熟悉的传统的红色球衣 而柬埔寨队白色的短裤蓝色的上衣 柬埔寨的角球19号万德斯 万德斯是一个脚法比较出色的球员 打了一个战术再给惠兰 万德斯他是左脚扣到了右脚 沿着底线突破 传一个低球危险 哎呀 中德这波防守出了很大的问题 对方很简单的角球的战术配合就打 推直线好的进了进区 等他稳 横传 报社队员没有到位 对方的16号波尔多斯把球踢出了底线 脚球 李铁指导他们都是在跟队的 张修为 脚球变成了阵地战 张修为 张修为这个赛季在卡纳瓦路的手下变得更硬朗了 横传 给了一个倒三角的回传这个球呢 对方还是看住了中队传球的线路 边路继续预约 李帅强行加速出到底线附近 这应该是一个门球 姚军胜 姚军胜还是有一定助攻能力的 也能打边前卫 这场比赛踢的后腰 那就转移到左路 李帅 李帅右脚传 换脚投球 向百旭 哇 这一次是擦着进门柱出了底线 中队这个进攻打得还不错 李帅主力脚 左脚没传好 这一次右脚的船中 倒是绕开了方向队员 对方的队长冒顶了 这场比赛是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进球呢 中队下半场比赛连续获得定位球 有了吧 哎呀 这个球为什么叫撩射呢 邓涵文 邓涵文明显有一个往上提腿的动作 这个球是踢高了 中队通过前场的定位球 还是获得了不错的得分机会 但始终没有把握住 对方中未控制 但是全球出现失误 中队过篮 高海生 高海生是左脚 把球推到左落 看看这个反击的机会 左脚将军上转到后脸 投球 没顶到 对方的两个中位过来看向百旭 防守还是不错的 中队这个反击的套路算是打成了 然后紧过来是柬埔萨的反击 转移这球打的也不错 了 危险了 但是 吹了对方的越位 吹了对方的越位 给了一个低球 唐诗 唐诗还想过人 后边再抢上来 这是机会 这球如果能够看到 中国队22号胡锦涵的位置的话 如果再船一脚可能就好了 万维摇军上选择了打远射 球是打在了门将的怀里 还望回船呢 没了结束 还能够了 无论条 5号 好 5号 4号 5号 沒了嗎